11月28号参加青灰远跳赤子晴2010单车骑行筹款活动的爱心人士们 先后去到姚安民族学校 星子镇中心小学 连州武术学校与师生们进行联谊 并为同学们送去了文具电脑等物品 来自香港的爱心人士们 首先去到姚安民族学校 以该校师生进行联谊 连州市政协主席廖家健 市人大常务副主任梁建辉 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活动 活动上爱心人士们为该校学生赠送了一批学习用品 并与同学们开展了丰富趣味的活动 与同学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双方还互赠锦旗留念 在星子镇中心小学 爱心人士一行为该校捐赠了价值2万多元的电脑 希望同学们通过电脑掌握更多的信息技术 通过信息技术获取更多的科学知识 并鼓励同学们自强不息 克服困难 好好学习 用学到的知识回报社会 香港爱心人士们的一举 也激发了广大师生的工作和学习热情 大家表示 要以更积极的斗志投入到工作学习中 绝不辜负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 爱心人士一行还去到越北少林连州武术学校 参观了该校学生教室 教师办公室 学生宿舍和练武场等场所 还观看了该校学生进行的武术表演 并与师生们合照 林连州台记者邓永俊报道